仙女下凡來解答 有一封傳真是在說 小豬胖了的 你要不要把它唸出來報一件之仇 小豬 我跟他又沒有什麼仇 你這個人怎麼那麼健忘啊 他上次扮記者那個對不對 你看 這個人傳真給他說他胖 大家還記不記得在語言集的時候 羅正祥冒充記者 然後打電話來騙我 把我騙得團團轉 然後這個仇我一直都沒有機會報 因為我跟他其實並沒有很熟 我也沒有有他的電話 所以我不能報仇 那在這邊有位觀眾傳真進來 署名要給小豬的 我就把它唸出來了 小豬 想跟你說你又胖了 可是前陣子不是聽說你在減肥嗎 怎麼又胖了呢 真的耶 我在電視下看到你的手臂好粗喔 還是說你沒去健身 你要把手臂練壯一點喔 雖然我是你的歌迷 不是要故意重傷你 但是你真的很肥耶 有的時候在鏡頭上看還真的不好看 甚至超過黑豬成見舟 後面就給自己編了 你幹嘛講出來啊 只有一直到他說 我是你的歌迷不想重傷你 後面他就自己編 還要幹嘛連成見舟一起畫進去 兩個人留起來騙我啊 這仇能不能報嗎 本來還想說再唸長一點更傷他的 好啦 但是真的有人說你變胖了 小豬我也覺得 我最近看那個娛樂版本百週六週日版啦 加上他又留長髮 他現在頭髮是不是很長 就 有長啦 真的 又胖了 然後我不會講耶 反正 我覺得是要修飾一下什麼的 就整個人不對耶 以前不是很帥嗎 我記得小豬 以前四大地方裡面他最帥 現在都還好 會嗎 你不是從頭到尾都覺得歐漢聲比較帥 歐漢聲舞跳蕾比他好是真的 我剛剛他聽到就是會氣死 他真的 我跟你講 黑人的死穴是你說他胖已經 你說他食量小 對 而羅志祥的死穴就是你說歐漢聲 主持跟跳舞比他好 你只要說羅志祥歐漢 歐漢聲比你好笑喔 我以為他會氣死 好 就像你說我不時尚是一樣的道理 我說你不好笑你會更火大 沒有 真的讓我火大的是說我眉毛兩邊不一樣 那你要不要回答真正的問題呢 有很多人傳真正來問那個徐老師 你知道我每次在畫 遇到新的那個化妝師 我都會問說 你看一下我兩邊眉毛一不一樣 然後他就正要講的時候 就會聽到旁邊的人說 不要回答他 不要回答他 不要回 然後那個化妝師就會這樣 一樣啊 你知道就像TOTYT的人想說 他就想說奇怪 不過是這個眉毛有什麼好大驚小怪 因為他只要說出不一樣這個字就完蛋了 我就會說你過來看 你拿那個眉筆你指哪裡不一樣 我就會叫他用指的 我說是這裡還是這裡 所以耗上一個小時我都在所不洗 他不會放過他 對 然後陳建舟有時候只要鬧我 他就會說徐弟你眉毛兩邊不一樣 所以說眉毛真的是我的神明 你只要跟陳建舟說 我覺得張亞棠球打得比你好很多 他就會發我 每個人 那你的死去是什麼 說我胖吧 胖 說你胖 不過講真的 今天仔仔在跟我說 我覺得你臉又回來了 這會不會有多想揍他 沒有 今天你一進攝影棚 連黃素梅都在講 你臉整個都圓起來了 整個都 碰皮 碰皮喔 其實也不要吃太多 幹嘛 你幹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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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不時賞 小艾阿 你的髮型不錯喔 你的染髮系是哪個牌子啊 不是講過了嗎 對啊 就因為我直的那個 他說他用那個牌子幫他妹妹染 顏色都顯現不出來耶 我在想你一定 你妹妹頭髮一定是非常黑 然後你採用深咖啡色的染料 然後只放了差不多15分鐘 你們就怕死 或者是怕眼睛瞎掉啦 或者是按照那個說明書的說法 15分鐘之後就要把它充掉 所以你們就按照他的說法 把它充掉 結果呢 頭髮當然是沒變色囉 那應該怎麼做呢 像我呢 我都是買最精的那個顏色 你這就是最精的 對 然後他說上面 只能放15到30分鐘 我都放差不多一個半小時 那你眼睛沒瞎 應該要感謝上帝囉 我連眉毛都放那麼久 就看電視啊 然後就是做自己的事 我覺得這樣子不太好吧 因為如果觀眾裡面 十個人有一個眼睛瞎掉都會怪你啊 沒有 我沒有叫你拿那個染髮劑捅眼睛 你就放在那裡又不會怎樣 真正會死的是責膀胱炎 膀胱癌 因為染髮染太多會得膀胱癌 我也已經知道我自己會死於膀胱癌 所以說希望你們能夠 就是說 在頭髮上放久一點那也不要太久 免得得膀胱癌跟我算帳 你看做主持人還真倒楣 好了啦 已經回答很多了 節目那麼長耶 他說還有人說 小S好久沒聽你提 你真的很 你為什麼怕我們節目內容太豐富是不是 不是啊 我怕閒聊時間太長 因為我們畢竟有時候要進新聞啊 我們... 你怕什麼 對啊 我怕什麼 對啊 最到了就不進啊 我怕地震 對啊 你怕蟑螂 蟑螂還是... 我怕蟑螂 我怕鬼 對啊 像進不了 怕胖 對 像進不了新聞這有什麼好怕 你看音音在畫圈 我一點都不怕 我根本沒有感覺 你真的很有勇氣耶 對 我沒有 我就只怕犯太硬 怕犯太硬 對 還有老鼠 你也怕犯太碎 對 還有老鼠 你說犯太碎啊 你說碎那個碎 小艾亞曹就沒聽你聽到你們家的兔兔了 該不會被你解決了吧 還是他變乖了 沒有 溜溜他還是一隻瘋兔 我根本就沒有把他當成我們家的一份子 我有 他就讓他跳來跳去 然後偶爾看看我們家那個獵兔犬追殺他 就... 我沒有很在乎他 因為我對兔子沒什麼興趣 但是他還是很健康平安 我還是很照顧我們家溜溜 他現在越來越認識我了 對 他現在會趁全家人不在 我一個人在沙發上的時候跳上來 然後爬到我腿上 然後把我肉抓爛 看什麼你 快過來做ending 就笑之意順便晕一下 沒有 但是我要幫溜溜講一句話 他真的變乖了 他現在不會亂咬人了 但是還是沒有人敢抱他 因為他雖然沒有亂咬 但當你抱他之後 他還會這樣 但是他不會咬下去 他只是發瘋 他會咬 他還是會咬嗎 我前一天才被他咬的 是他自己跑到我腿上來 然後咬我 可是他可惡的是一點 他很愛進我房間 我不知道是誰出了搜主意 把他拉屎跟釀釀的盤子 放在我房間門口 然後你知道 是他自己選的 是他選中你 然後他那個屎尿 是人的糊臭的味道 對 人的糊臭加強十倍 然後我每次到進房間前 然後我聞到那個濃濃的糊臭味 然後他就會在那邊這樣 拉屎拉尿 等這就是在我房門口 然後我只要一開門 他就開始做事要衝進去 然後我就要這樣 然後趕快一踹 然後就把門關起來 你知道我每天活得有多痛苦 當然我是輕輕出來 沒有把他傷到 仙女下凡來解答完了